这什么情况 一只鱼也吧 哈喽大家好 小赵今天来赶海了 今天这个天气啊 就有点雾蒙蒙的 这海边啊 还不是特别的热 特别适合来赶海哦 走吧 我们去收大货 哟这个小家伙 在这里干什么的 挺贪玩啊 哎 说了 在这干什么的呀 啊 哇 这个肉好白好嫩啊 滑溜溜滑溜溜的 要不要念你一把 想不想我捏 好多朋友说 看我捏冒养螺 心里特别难受 我怕他疼 那咱们这个就不捏了啊 这个就带着肉收了啊 回家还好洗一洗 收它 继续找一找 这些沙滩上 刚推完潮啊 就很容易会有 遗落的海鲜 十块底下 多翻翻看看 嘿 等一下没有货呀 哎呀 看这个 这个 哎呀 嘿 嘿 给你找到小伙伴了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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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想擦一下 没想到他这个水一包就吃出来的 那就 背不住了 哥们 说了啊 继续的在这一块山台上找一找 看看还有没有货呢 哎 看这个 朋友们 看看这一只 这只感觉样子比较小啊 是一个小朋友 来吧 你见个面吧 呦 这个肉 拖出来的还不多 呀 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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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这是一只小宝宝啊 可以特别的漂亮 颜色很正哦 给他说了 这边石块还挺多的 放一放看看吧 哎 你下来发现 是不是有东西 都翻翻看看 翻翻看看 哎呦 哦 这石块还挺成 哇 有八爪鱼 长腿的啊 呦呦呦 挺凶啊 看 哇 怎么样 伸展开了 个头不错的啊 说了 给他带着 示范一下 翻翻看啊 朋友们 这里这个水有点高呀 会不会有货呀 哎 哦 水红了 看到下面有什么东西 今天带这个钳子了 哦 哦 螃蟹 哇 那妈呀 好大 上哪去了 水太红了 哦 看到大爪了 好凶好凶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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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左手不抵劲啊 夹住了 看这只 钳也太大了吧 说说说 不要夹我的八爪鱼啊 我的八爪鱼很乖的 不要欺负他 说了 这边那个潮水挺高的啊 我们从这地方往下找一找 因为刚退完潮的那块沙滩啊 货比较多 就很有可能有遗漏的那些 这块水就比较齐 你看这些石块底下 鼓包底下 哎呦 小螃蟹 太小了 小东西咱就不收了 等它长大了 看这个有碗 碗里就会 咬下一些海鲜 哎呦 还有今天一条老虎饭 它怎么站在这里啊 哦 搁浅了 你看这里 可能应该是个水坑 哎呦 看 一把拿起来的 第一次抓鱼这么快 天啊 回来来 这是真的得来 全部费功夫 这个真的太棒了 可能是这个潮水在退的啊 水坑越来越浅了 它根本就游不起来 太适合我抓了 说了 太棒了 这虽然 阴天但是还是挺蒙热的啊 房菜上还是要涂的呀 上面好多的小螺 还没有长大 继续 找一找海鲜 哎呦 哎呦 这什么情况 一只鱼也罢 一条海鲜 死掉的吗 哎呦 今天这些海鲜怎么这么听话呢 这条海鲜 也挺粗的呀 看 还不错 很给力 不动了这只 粗了 粗了 可能是卡在这里时间长缺氧 给它带着 妈呀 上两只大货 真的是太轻松了 今天 今天这个收获既轻松又很典力 这大鱼 哦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石斑 哇 真的是太棒了 这游客来这边啊 都会清真一条大石斑 一条得好几百 你看怎么样 是活的啊 就是有点缺氧 我得抓紧回家了 不然这两条鱼回家就死掉了 哦 妈呀 是活的哎 行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